他们还会想说 这个家店的生意好不好 卖的速度快不快 生鲜的保鲜程度好不好 其实这个就是 大家在选 比如说用品的时候 他们觉得日用品在全联买 他们很安心 但生鲜的时候 他们就会稍微会比一下 或者不会以价钱为第一 对 因为过去很多生鲜 会直接到顶好 因为它的这个速度更替比较快 所以未来如果真的要 所谓打价格战 也要打所谓主富的心 你就要在生鲜的品项上面 多多的下手 其实有很多人说 刚刚讲到这个毛利率的问题 5%真的赚太少了 所以刚刚为什么说 便利商店有3乘5的毛利 因为咖啡先死跟面包占大宗 便利商店卖这些东西比较好赚 所以全联未来要转型 可能目前我们观察两个契机 一个就是它的品项会不会多元 另外一个就是 生鲜更替的速度加快 主富会更加的上门 那我要请教一下陈硬哥 如果我们刚刚讲到这些东西 其实以便宜来说 我们当然都希望可以买到便宜 又有品质的品项 但是过去 以军工教福利中心来说好了 以这种妈妈家里是教职员 当然一定去买 而且军员一定去买 但是便宜有时候 我们觉得 它的东西品质不一定是保证 是 所以其实全联一开始说 它蛮辛苦的 因为它延续的 以前军工教福利中心 很多人都是借一张卡 一张卡好几个人借 同单位 同洞楼 同一个眷存 然后大家借去了之后 那你就要忍受着 比较苍白的灯光 然后同时比较昏暗的 其实我有发现 小时候我都会去 我妈妈是老师 那货架上都是灰尘 我骗人 真的很便宜 但是货架上都是灰尘 对 所以当我们去的时候 那么感觉到说 其实它的东西 会不会有过情 你会有点怀疑 那么当整个林米熊 接手了之后 对它来讲的话 它现在面临着两难 我如果说我把它打造的 跟其他超市一样 我全联没有特别 而且我要花钱 我怎么样维持我的获利 所以 枭雄就是枭雄 他化为机为转机 他们 他把低价 当成是他的特色 他说 我低价都是为了你们 其实我是用 我省下来的钱的话 来回馈消费者 如果大家很有印象 就是说 同一超有个open奖 然后全联的话 就有个全联先生 这个最近的话 说非常红 其实我觉得全联先生 比全联超市还要红 电影咖 然后还有很多的广告 都找他了 对 所以当时的话 他们就拍了几支的广告 然后他跟整个的消费者讲说 为什么全联是这样子的 比如说 两个人 他在要过这个货架的时候 他说如果两个人太胖 是没有办法过去 大家想说 你怎么讲自己的缺点呢 他说不好意思 而且我们的地板很烂 要跆拳道的高手 如果来的时候 感觉上他搞不好会摔伤 因为我们的地板是很硬的 同时他也说 如果你要找全联 搞不好 你会找不到 因为全联的话 他不会把钱花在招牌上面 我不会做很多鲜明的一个画面 那么同时 他也跟大家讲说 我不会把钱花在 请美丽的小姐 没有辣妹 在吃午休这样子 我们就很简单 我们是年轻 又有干劲 我们用最真实的价钱的话 消费给你 这就是当时全联的话 他找全联先生 他所做了一个广告 甚至于在最后的话 他还把东西收起来 代表说 我什么东西都省 这真的是省到家 省到家 你就连接到低价 所以当他一想到说 要省的时候 在前几年不景气的时候 全联就是这样崛起的 不景气 省钱很正常 但是接下来就是 我们刚刚讲到的问题了 你会觉得说 低价 真的会有同样的好品质吗 虽然说他有提到说 他省钱 当然全联也做了一些的澄清 不过最近正好也有一个讯息 就是说有一个团体 然后他们做了一个调查 他针对于 他发了956项的一个问卷 然后他问了 他到150家的超市 然后他请消费者 就简单的填一下 填一下实体的问卷 然后这里面有包含6个品牌 他说你对整个农药资讯 公开的感受度 他不是真的去调查 货架上面的东西 他是调查消费者心理的感受度 结果在这个感受度 就是说资讯公开的感受度里面 全联他排名是排在最后 当然全联他提出质疑了 就是说你问的问题不够精准 同时我们其实也都有做到 不过这个其实对全联来讲的话 就是现在为什么找徐从仁来的问题 当我低价打开了市场之后 我要中间 甚至于我要中间更大的课程 往上街走的时候 那么我必须要重塑我的形象 这是徐从仁最重要的任务 讲到这个形象问题 过去大家会发现全联的市场 可能是在中间偏低 可是未来要走中间偏高 或是大小通吃 未来这个形象的定位很重要 但是我觉得他打年轻人 有一个非常聪明的形象是 因为当年我们都知道全联新生 虽然到现在我还是不知道 他叫什么名字 但是你会记得他的广告 映如姐如果以家庭主妇 来看到这个广告 我们也不知道他是谁 可是他做了一个非常 实验性质的对照组给大家 比如说抽面纸抽到最后 谁胜的最多谁就是赢家 其实像我们在上课时很多学生都说 全联很便宜 但他们妈妈们就会起嘴巴 就说但是会不会是不是有问题 大家都说厂商有两条线 一个是专门供应给便宜的店家的 他们其实心中会因为太便宜而有点担心 然后又很想买 但是全联就很聪明 他就干脆来解释 或者就直接说明 让大家知道来解除大家心中的疑惑 像他出了一系列的 像大家比较有印象像是牙膏 就是大家很怀疑说 全联的牙膏是挤出来比较少嘛 他就跟着准备离开 就证明说跟一般的是一样的 或者是面子的抽出是相同的 然后进一步让大家解决了 然后也安心了以后 他后来也出了还有更大的一系列 是他的福利卡 就是让你变成一个忠诚的消费者 就是你开始愿意去那边买 也不会担心以后 他的其实还蛮可爱 他虽然是讲福利卡 但是说福利卡可以很省 比如说你一张卫生纸 可以利用福利卡给他撕成三张 就把它当尺一样 用鲁手的方式来呈现 或者吃蛋卷的时候 上面的屑屑用福利卡给他扫干净以后 再吃到肚子 你就有趣 然后其实又达到他要诉求的重点 其实在年轻人当中口耳相传的行销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所以目前为止呢 观众朋友 你在这一期的金周看 你可以看到很多新的照片 是他的形象概念店 怎么说呢 琼琼姐我们来看一下 目前在宜兰有一家形象店 我乍看之下以为他是微风超市 其实我去到现场 我必须要讲就是说我人到了现场之后 我发现如果你把那个招牌遮掉 然后你走进去这个环境里面 你真的会觉得他就像在百货公司底下的这种顶级的超市的感觉 我其实不是夸张 当然他是一个去年年底12月26号才刚新开的店 他就是徐崇仁在去年以这个顾问的身份加入全联的这个团队之后呢 他开始打造了一个新的形态的概念店 那他要加入了什么感受呢 我自己赋予他一个时尚的一个名词 就是说平价呢 还是过去林敏雄在打造全联的一个基本的核心价值 我们还是走平价 我还是给主妇们一个非常好的便宜 而且有好货的这个策略 但是呢 全联现在面临了现在700家的这个店呢 他必须要让营收再扩增之外 我除了开店 我还有一个部分就是 我是不是有办法吸引更多的客人进到这里面来 而且我可以让来客数增加 停留数变长 比方说呢 你看一下这张照片里面呢 他把这个水果 放在这个落地的这个陈列架上面 那其实他有一个心理策略 这是许崇仁告诉我的 这个新鲜的水果放在这里 也许是不是最便宜的 但是呢 因为它新鲜好看 整理得很干净之后 大家会觉得 这里还蛮舒服的 对 它放在竹篮 而且它有一个黑色的货架 看起来比较低调跟时尚 这个货架也是供应商告诉我们 他们重新在做过那个烤器 然后做成铁灰色的这个货架 过去的全联它是用那个白色的货架 看起来就是 比较廉价啦 对 确实 那其实这样的成本并没有增加多少 但是感觉就不一样 好比说他用了这个吊灯 它这个吊灯的这个感觉 其实会让你觉得很时尚的 但老实说它并没有增加太多的成本 然后它用LED灯的方式这样子 然后包括这个货架 我们刚才讲说过去的全联都是这种窄窄的 两个胖子走不过去的 那它现在会让你两个胖子可以走过去 为什么 它的做法就是让你可以轻松的在这里购物 然后让你多花一点时间 只能用时间久一点就有机会多消费 过去我们可能说我想买卫生纸 所以我进到全联我就买了卫生纸 我就走了 因为不好逛嘛 对 然后像我以前买泡面的时候 那个在最高价的那个价子 我像这种小矮子我就拿不到 那我就必须要拜托人家帮忙 所以你大概拿了就赶快走 就觉得很麻烦 那现在它把这个货架的这个 走到变宽了 然后货架变矮了 所以让你可以慢慢的在这里逛 所以我可能不只买泡面 我不只买卫生纸 我还会多买了其他东西 那这个就是徐崇仁加入到全联的一个 第一步的一个策略 我觉得黎明熊很厉害 就是说他过去用了全联先生 全联先生的背后是因为 有一组澳媒广告的这个团队 龚大中在帮他操作的 七八年的合作 他非常授权龚大中在这个广告操作上面 替他打下了这个过去七百家店的基础 那现在呢他用了徐崇仁 来帮他做这个整体的营运上的提升 我觉得这一步也是非常厉害的 聪明的董事长呢 就要懂得全部的授权相信专业 因为过去全联广告也曾经被批评说 是不是在讲自家的不好啊 但事实上事实证明了 他反而做出口碑 也因此呢徐崇仁这一步棋 现在要进到全联之坏 大家也在看到说之前 他如何打造 七八年这块金字招牌 我们稍后来了解 这一会呢徐崇仁要重新出发 进入全联引起了市场的关注 而过去呢他打出的slogan叫做 评价时尚 现在也被印证在全联的身上 但是过去呢大家也很好奇的是 7-11这个品牌到底是怎么样进入消费者的心呢 对我们要带大家回顾一下 其实7-11一路眼镜下来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 就是你我之间的朋友会告诉你说 我们不管到什么样的荒郊野外 只要有7-11 我就觉得我可以过生活 对就很安心了 对那这种感觉呢 你其实是默默的发现 它已经进入到你的心中 你没有它你会真的是不太习惯 那我这边也帮大家就是回忆一下 7-11提供了我们多少便利的生活 第一个是茶叶蛋 这是便利超商的第一个熟食的商品 在这里面出现 其实也是许崇仁的一个创新的点子 就是说上班族或者是说你经过的路上 你如果肚子饿的时候 你会想要吃一点点热热的东西 对那便利商店卖这个茶叶蛋 忽然发现就是说 一颗小蛋其实是可以立大功的 现在在那个超商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 对每一家都有卖 然后再来呢这个全年无休的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过去在统一里面也被他们的董事会有很大的疑虑 就是说我要让这个店呢 从以前7-11叫做7点到11点 才叫7-11 那后来许崇仁让它变成24小时全年无休 很多人会觉得这样子我浪费水电啊 浪费人事啊 成本更高 可是没想到呢 其实它创造了这个深夜的这个消费的市场呢 其实也还蛮大的 然后你现在发现呢 你有7-11之后 你24小时做任何事情都很方便 对都会想到它 最近很多人告诉我说 如果你坐计程车晚回家的时候 他们都会躲到7-11去 它提供了一个干净明亮的空间 对而且你可以在那边叫车还有记录 没错然后再来比方说 代收跟金流跟物流的这个服务 确实改变了台湾现在整体的这个 零售的市场的一个很大的变化 包括你看像我们的金流代收 我们现在有多少人会是在7-11 对水电啊瓦斯信用卡停车费 没错没错 那这个时候如果今天7-11没有这样的服务 你会发现你不少要去哪里找停车费 对而且我上班我也没办法去邮局排队 对对然后你24小时可以做的事情 今天结账日到了你12点以前都可以去做 对是 然后包括这个物流运送的服务 其实对电子商务的贡献非常的大 你会发现就是说我不只是卖东西而已 如果你到中南部去买了什么土产 然后你不想要自己这样子很辛苦的提上台北的时候 你就把它寄到你们家最近的便利超商 是